出窍 你可曾听闻灵魂出窍 监控捕捉到了一个这样的画面 女人正在家门口打扫卫生 而她的孩子在旁边玩耍 一切看起来都那样稀松平常 在一段时间过后 事情开始走向异常 就像是一位精神病患者 女人突然站定 捂住胸口 看起来不太舒服 最后其跌倒在地 此时注意看其身体上风 女人倒地后 一缕烟雾飘散出来 此处没有任何火源 如果说烟雾从别处而来 似乎听起来并不合理 或者这就是传说中的灵魂出窍 白衣 这位探险博主 决定前往一处烂尾楼探索 在穿过了大片杂草后 她见到了永生难忘的画面 注意楼上 注意楼上 她是一个活着的人类 罗志哲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当她将手电设置楼上 并且向前移动后 白衣女人却突然消失 所命 屋体移动的联谊画面见得多了 但类似这种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的诡异视频 确实很稀奇 画面中的女孩从冰箱拿出饮品 突然一股力量将她拖走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 猛鬼街中弗莱迪的经典杀人片段 周围快餐店的员工受到了相同的攻击 到底是什么力量 才能制造出这样的恐怖景象呢 鱼 MING PAO TORONTO 在湖边发现了这样一只生物 生物的两侧是既像手臂 又像鱼鳍的怪东西 头颅形似鱼类的同时 又长着人类五官一般的脸部器官 后半部分身体看起来 就像是一张被剖开的鱼皮 这样奇怪的混搭 即使我称之为杂交种 也一时间分不清 这是哪几种生物的共同杰作 有人认识这是什么吗 消失 一对夫妇在回家的路上 目睹了这一切 车辆的前方正有人骑着自行车 而司机刚刚将手机拿到窗外 人和自行车却突然一起消失了 当然也说不定在镜头 经过汽车框架时 自行车恰好去到了车辆的后方 义政 两名探心者来到了废弃的监狱 这里似乎有着许多躁动的灵体 男人拿起铁窗旁的网子 一动很快便发生了 地上的塑料桶突然抱起 这把两人都吓坏了 没成想这只是一个开始 隔壁的房间里传来响动 两人带着疑问前去查看 结果去目睹了更强烈的骚动 或许是强烈的恐惧 给白衣男子带来了愤怒 钢筋弹响许久 男子一脚梯子上面制止其继续移动 虽然那确实有用 但也损伤了他的脚踝 搞笑的是 白衣男子并没有吃一件 长一致的思维 在一动再次发生后 他还是采取了一样的应对方案 中文字幕提供 到底是怎样的雇佣支持了白衣男子连续两次做出如此愚蠢的举动呢 如果上传者把标题从探索闹鬼监狱改为我那被附身的一整兄弟 或许视频看起来会更加有趣 鬼魂查访 当你的朋友住院时 其实水果去看望是一种人文关怀 但如果访客不是人那病人还会觉得温暖吗 摄像头记录下来了这样的画面 白色虚影走入了没拉脸的隔间 随后又步履轻快的走了出来 就像是护士查房一般自然 啊 哦 干几极了在这里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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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Y CRAP I DON'T UNDERSTAND Is that Is that dirt that's caved in? Oh hell no Why am I doing this alone? What is that? What is that? Guys if you know what the hell that is Please let me know Cuz I don't know why there's all this dirt 作为博主孤身艺人前往到废墟探索 这是一座大部分构造已经塌陷的房屋 尽管每期视频都会分享不少的探灵节目 但像这样孤身艺人探索的的确是极少数了 Let's go, let's get out of here There's a door down there Let's go, I got a horrible feeling, let's go, I'm done Bro, did you hear that? Bro, there was just a noise over there Alright guys, I met up with Omar and Glenn They want to get the heck out of here Glenn is throwing up literally Because he's like Like there's so much dust and asbestos in here 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be here But we're going to get out of here We just need to find the exit I seen that too You don't think it was like from your life? Bro, I don't know, it could have been It freaked me out But I saw something like it literally like moved Alright, so just a minute ago James seen something over there You were live streaming, weren't you? Yeah What the hell? Oh god, I'm getting out of here, bro Come on, dude, listen Bro, I'm going, I'm going Going, I'm going 路之者在之后的探索中 遇到了废墟中直播的 其他的两位探险博主 由于废墟内空气质量极差 大家状态都不怎么好 所以决定离开 就在即将到达门口时 便亲眼目睹了自己移动的椅子 这把大家都吓坏了 只得匆忙逃离 掉落 网友的家中最近怪相频发 于是他架起了相机 试图与网友分享这一切 视频画面中电视机下方的物品掉落 网友用慢镜头展示了移动的过程 招母 超市的监控录像记录下来了让人肥琐似的画面 一名看起来还不到十岁的男童抓着冰箱门 身体以一种诡异的姿态扭曲着 吉出我也以为这只是孩童顽皮的表现罢了 但显然如果真是那样 男童不会这样的姿态保持十几秒钟 更令人不解的是 虽然孩童身体轻盈 但也不至于全身斜挂都不能拉动冰箱门 除非全身发力 一旁的男顾客在购买物品过后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他触碰男孩时后者没有任何的反应 招母了吗 如果要我用科学解释的话 到男人抱起孩童之前 我会认为也许这是初电所知 可如果电量足以将男孩电到僵直 顾客来营救时又怎么会安然无恙呢 午夜 网友家中的监控摄像头 只在监控到物体时才会自动开启 监控画面中 椅子极度抽搐 在无人触碰的情况下疯狂的移动 是什么力量移动了他呢 宝可梦 著名动漫宝可梦中 作者显向出一批形态奇特的神奇宠物 深受大家喜爱 但如果你在现实中看到无法理解的神奇生物 首先感到的是否应该是惶恐呢 第一个就像一个得了甲状腺种的鸽子 虽然羽毛纹路与鸽子相同 可惜种大的脖子与奇特的爪子看起来又并非如此 接下来是一只长着翅膀却也有着螳螂特点的昆虫 而第三只生物看起来像是鱼和螃蟹的杂交种 双头乌龟不知道是否可以参照人类的连体鹰 最出现的是人脸鱼 如果说前几个有基因突变的可能 那么这只人脸鱼实在是让人想不通 不知道这些生物的变异与辐射是否有关 花圈 这段监控下的画面令人几倍发凉 明明看不到任何人 画面中的花圈却在自己移动 不过相似的画面也出现在了另两段搞笑视频中 也许这是同一种原理吧 巨大的花圈随着风的吹动支撑它的木棍不断移动 因此促成了花圈在走路的效果 引体向伤 每天抽烟喝酒熬夜蹦迪会获得不健康的身体 而坚持锻炼被大家认为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但如果将两者结合呢 说不定会获得一种强壮的尸体吧 蹦发 地震是地球内部发生急剧破裂产生震波 而火山喷发 受于沿江内 机体容量不断增加 那么视频画面中的现象是什么导致的呢 这是一座据说被诅咒的房子 在其被废弃的时间内 有三人毫无防备的闯入其中拍摄探险视频 结果杀鱼而归 类似的事件发生了很多起 所以最后房屋被拆除了 而今天这几名专业的探灵者进入其中决定一探究竟 就是要注意的 是一座的 让我们知道有些人的 有些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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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新年了 是 是 是 有点好的 是 是 他有空手的车 他在近他,他在近他 我一定会很高的 他可能会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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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在那里的车子 他可能会很高的 他可能会有什么 他可能会问你 你会想要多多些 你会对我们的答案 如果你的答案是好 让我给我的机器很强 几人进入到了建筑中 拿出了通灵盒 就像大多数使用者一般 在诸多问话中 通灵盒只会发出汪汪的噪音而含糊不清 并不能当作灵体存在的实际证据 而当几人拍下照片 结束探险离开后 在剪辑时发现了极具冲击力的画面 现在这个就让我们都放在的这团图内的照片 所以我们会派出来了 几个我们个人未来的照片 我们将关注你们的照片 现在好了 如果我们找到某些图 Kane 我把战组里放好 亲历文做了 谢谢您所看的经历 非常叨 直到市面的去报告 好谢谢 只看五罡 以及得到这么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似乎身着白衣,长发脾肩,看起来就像一名女鬼。